有大概61個同學 想要加進來 一堆 然後他也會寫一堆啦 因為他希望加入 然後怎麼怎麼樣 這主要 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太多人想要學 我看這六十幾個 其實甚至都可以開一班了 那我們之前 的資料 因為我最近有po了一篇那個 就是懶人包 其實也是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說 開發沒那麼複雜 第一個當然你可能需要 先把環境建制 環境建制要怎麼做 另外呢 Python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作用 其實這邊有底下有寫啦 其實 像網路爬蟲這個我想是Python最早 他最重要的功能 另外像那個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這個可能跟什麼關係呢 未來反正工廠裡面的自動化流程 甚至未來的什麼電動車 因為在歐洲2025年之後 就全面禁止販售 燃油車 只能 只能 是 這個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跟燃油車最大不一樣 電動車本身就是電腦 電腦上面配備馬達 所以他可以做自動駕駛 OK也就是說以後 你可以在高速公里看到很多人手是放開的 他會自動駕駛 你不要覺得意外 OK 可是他是一台電腦你裡面要自動化 你需要很多的 Pokemon 就是你要需要做很多的程式設計 讓他足夠 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裡面當然會牽涉到怎麼去做的問題 這一定還是牽涉到程式 然後像屋聯網 車聯網 影像辨識 像電動車也是一樣 他像特斯拉 他的 鏡頭至少8顆 可能還更多 以後的話你為什麼可以自動駕駛 因為他有影像辨識 辨識到東西要馬上可以做後續處理 諸如此類的 甚至還有像比較辦公室 自動化圖表 這個 這個設計等等的 那當然這邊我有一個相關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看一下 這有我們前面講過的 另外的話我們第三次上課的東西 第三第四 是然後 相關東西我會把它貼到我們這邊連結 那其實你只要連結到哪裡 連結到 這一邊 其實呢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看到我們之前上課的內容 OK 那這邊的話呢 之前我們講過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基本上 我們看一下雲端白板 基本上我剛才規劃幾個 方向 那 最後我們上課有講到有關VBA 怎麼樣Python轉到VBA 那其實為什麼要特別還要講VBA 這部分主要還是 我剛剛講的 兩者其實可以協同 應用 那也就是說比較強的部分 像網路爬蟲我們也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Python的資料 把它抓下來 就是用網路方式抓下來之後呢 也許可以把它存到 Excel 存到Excel之後的話 後續的處理 其實 強項也許在VBA 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你如果到了 Excel裡面 其實VBA還是比較強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底下 最後就是 後面會講到 比如說 怎麼樣把網路資料 拋下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我之前常常會 帶的幾個範例 包含就是說 怎麼去抓那個像 股市資料 怎麼去抓那個像 台銀的外匯 等等的 比如說 股市資料 像這個股市資料 你把它點擊 點擊進來 你 或者到雅虎 官網 假設我用那個當日行情裡面的那個水泥類股好了 假設我希望把這一個 這一個表格有沒有 這個表格裡面資料 把它下載到Python 甚至下載下來之後我也可以存成Excel啦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階段 那像這個資料我怎麼可以 把它直接 抓下來之後的話 變成像底下這個資料 在Console 主控台裡面 把資料下載 主要的程式就在這裡 其實你會發現用Python來寫 會比像 比那個像 之前我也用一樣的方式 用Java來寫 簡單 太多了 因為之前用Java寫 這個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才能把它下載 那Python這部分算是他最厲害強項 真的 裡面程式呢 基本上只有 只有大概 應該不到20行 如果扣掉這些註解的話 那裡面大概主要一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Import一個Request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Request 他幫我 這個Request的這個這個 Module 他可以幫我怎麼樣把資料抓下來 再利用一個叫什麼Beautiful Suit BeautifulSuit 還蠻有趣的名稱 然後呢 利用這個BeautifulSuit怎麼樣呢 幫我去做 那個 網頁上面的切割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 我要抓 這個HTML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Table好了 那你可以把Table抓出來 另外他也可以用那個CSS CSS裡面有ID 你也可以把這個ID裡面所有的資料抓下來 那因為呢 Yahoo這個網站 說真的 太老舊了 裡面還沒有用到什麼CSS 所以反而比較不好抓 如果你用CSS寫的 反而比較好抓 比如說像什麼 等一下會講另外的例子 你可以 那我是把這個Table抓出來 那我算一下到底第幾個Table 是我們要抓的資料 我算了一下大概第六個 0 123456 不過這個可能要判斷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 每一種網頁要抓的 因為每一個網頁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抓取 那我是抓第六個 把 這裡面的TD TD就是他裡面的那個儲存格裡面資料把它抓下來 然後再做一些取代的動作 最後把它print了出來 看到的結果就是這個 OK 其實程式沒講 但是 卻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有用 很簡單 我覺得 Python這部分真的是最強的 應該沒有比 甚至VBA可能還沒有比他還強 因為VBA程式 還是比他稍微複雜 OK 但VBA的優點是說 有些地方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像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VBA他可以用錄製的 也許同樣的東西 可以在VBA裡面處理看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 怎麼樣去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啦 這個是程式 OK 裡面的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如果說呢 當然自己要run一下 你也可以 這個source我都把它貼上了 理論上當然之前我上課呢 是沒有把它貼上的 因為我還是希望自己動手去啦 不過我怕有些同學可能 希望趕快可以有看到結果 那你可以先開一個module 把這個程式貼上 他其實就可以先run一下 看一下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樂透彩 我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網站還蠻妙的 因為我想因為 就是我們上課那本書 太熱門了 所以呢 本來 畫面長這樣子 結果這幾天我又上去看一下 我發現就傻眼了 我原來的畫面完全面目全非 怎麼樣呢 完全長得不一樣 原來可以的程式 這個是原來我寫 這個OK的喔 結果後來我又把它run一下 奇怪 像昨天我本來想說 run一下應該OK 就一run發現什麼 為什麼有bug 本來run的很順的 他可以幫我把什麼呢 開獎的這幾個號碼把它列出來 結果呢 發現完 裡面的資料 為什麼因為 你會發現 你們等一下連到那個 這個什麼樂透彩的官網 有沒有 他長的就不是這個球的形狀 他長的就是 我們看一下 裡面應該有 有那個 這樣就變這樣子 台灣彩券 有沒有看到 本來是 一個一個的球的形狀 他現在改成這樣子 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呢 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怎麼辦呢 當然我還是要見招拆招了 就是說 第一個喔 所以我講過 你第一個要先了解 假設一個網頁對不對 你要先按一下 這個 這個是F12 F12就是那個 那個瀏覽器裡面 他可以幫你切到什麼 切到那個開發人員的模式 他會幫你把 這個網頁裡面的 程式 Source 先幫你 把它顯示出來 那以前喔 其實 習慣上 比如說我要抓這個部分的資料 那我的習慣會先 游標選取 比如這個資料 按右鍵 他有個檢查功能 可以檢查馬上 幫你 把那個什麼呢 顯示出來你的這個程式 在哪裡 比如這一塊 他會幫你停在這一塊 但是我發現喔 昨天我按右鍵 他跳出什麼訊息呢 請尊重 智慧財產權 他多了一個JavaScript 防止你按右鍵 以前沒有喔 以前按右鍵是可以的 現在不行 所以怎麼辦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叫 倒高一尺 怎麼辦 就要磨高一丈 不止喔 是你可能多五丈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不過這些都是實務經驗 有些東西其實 你要怎麼做 但是這些 裡面可能會牽涉到知識還蠻多 不是只有拍聲喔 裡面你可能還要需要知道這個HTML 我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寫用那個HTML寫過網頁 沒有 HTML應該知道啦 網頁 可是裡面的標籤喔 可能還是要 也許你暫時不太知道沒關係 你但至少你要把那個規則抓出來 因為你要抓的東西 都在HTML語法裡面 OK 另外還有CSS 我剛剛講了 所以HTML 如果你相關的知識不夠的話 你可以在 隔壁從天南路 去找那個HTML5的書 或 CSS 3 有些書就把 HTML5加CSS3 再加什麼JavaScript 有沒有 頂多JavaScript又增加了 JQuery JQuery Mobile 就是 大概延伸性有這麼多 這些其實都是 一個網頁構成的基本要素 所以如果這些基本要素你不知道的話 說真的啊 你要抓還真的有點問題 有點麻煩喔 所以 這些都不是憑空的 但是我會把比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那至於要怎麼抓 所以因為昨天我就亂了一下 發現頭痛 糟糕 不行 所以後來就 不過沒關係啦 要怎麼去抓 這個裡面的資料 其實還是會透過 我是覺得在那個 就是 Python裡面最最厲害就是這個 BeautifulSoup 這個東西主要是怎樣 用來抓網頁裡面你要的哪些元素 主要是抓 CSS 只要CSS裡面 它有ID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 Select 它有一個方法 叫點 Select是選取 哪一個ID ID的話一定是緊開頭的 所以你只要網頁裡面看到有ID 就是那個區塊的資料 你全部都要抓回來的話 那你就去找一下 那我怎麼知道是 這個RIEFUL 其實就是去 看右邊的程式 裡面 我有看到一個ID 那這個ID下面的資料 我全部都要 我就把全部的資料先放在DataE裡面 所以他就會幫我把那些 就是 上面這個request是全部抓下來 那全部 裡面的程式碼這麼多嘛 那我不是要全部 我要的是 這個網頁裡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是先抓全部 再抓部分 部分裡面再去找 有沒有所以再利用Find Find是什麼呢 我要去找到 我要的那個東西 它的 有沒有標籤是table 它是一個table 而且它的table有一個class 就類別的名稱 叫做這個名稱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名稱 其實也是從那個 網頁裡面去找到的 這又不是憑空而來的 OK 然後再去找那個spam spam裡面的話呢 就把所有的spam找出來 然後算第幾個 我們發現第3個 到第9個是我們要的 把它全部切出來 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底下這個 有沒有 零 有沒有 其實怎麼做的 其實就這邊 這個畫面有點太小了 就是 或者你們等一下可以連到這個 這個 台灣樂透彩券裡面 記得按一下F12 它會跳出來 OK 這個這個地方 也許等一下我們可以先講這個 因為我發現 同學好像對這地方 比較有興趣 其實還有其他的 像要抓網路上的資料 反正以後你就照類似的方法 我想應該 抓下來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OK 這個是python怎麼抓 那個網路上的資料的方法 另外 VBA能不能抓 其實VBA也可以抓 好不好抓 其實VBA我覺得還蠻好抓的 只是說 程式的簡潔度 沒有python這麼簡潔 但是抓的方式我覺得好像還是蠻可以接受 怎麼怎麼做而且後面我們會再 帶一下 所以第六 這個第六單元 第七單元就是 跟Excel做連結 比如說我們假設要讀取 在python怎麼去讀取某個檔案 比如說Excel裡面的檔案我怎麼讀取 其實讀取的方法有這些 反正就利用 有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module 就是 XLRD RD的話就是 就是什麼 就read 就是如果你要讀的話 你就要 XLRD 那這個module主要的作用就是讀取 Excel的檔案到哪裡呢 到那個python裡面就這麼簡單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python最重要就是你會讀 你會寫 大概就夠了 其他中間的部分那不是他的強項 我覺得暫時 如果你沒有太多時間 我是建議中間那個 部分你可以用VBA處理 為什麼因為 那不是他的家啦 所以我們 中間可能就是你要處理一些邊修的部分 資料的邊修 我覺得這部分還是VBA的強項 一般我們處理 還是會在VBA裡面處理會比較簡便 因為畢竟 我們可以讀啦 讀完之後可以輸出 中間可能有些部分 比較不好處理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那這個部分 也許 比較抽象 那 看看後面有沒有一些相關的範例我們再再來帶一下 反正基本上 Python如果你可以做到 讀入資料 跟寫出資料 你就可以做很多用途 Io部分 中間其實就Python可以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 比如說像裡面的話我把那個 資料讀進來 那輸出 另外的話呢 程式在這裡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 那寫入的話 怎麼寫入 其實你會發現 輸出部分這些其實程式 也是4回圈 把它print 這個我想前面都做過 而且像99層法表裡面有4 其實好像感覺跟99層法表裡面的概念差不多 輸出也是輸出一個表格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做出來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把它輸出 這是Python的 啊Excel在這裡 顛倒 剛好是Excel裡面的東西 讀嘛 讀取啊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Excel裡面檔案讀出來就對了 全部的東西讀出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Python裡面 OK 在Python裡面顯示出來 應該可以理解一個邏輯 然後呢 在後面還有寫入啦 所以怎麼去寫入啦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資料 其實就是把我也許從網路上爬下來的資料 再輸出成Excel檔 OK 那有些東西啦 反正你輸出之後 可能 有些部分不是Python的強項 那你可以再把它 再到Excel裡面用VPA處理 這個這個部分 那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其實關鍵就是 Import一個什麼呢 Excel WT WT 實際上就Write 就是 如何 把 資料寫到Excel裡面 OK所以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怎麼做 檔案的讀取 複製 是存檔刪除 反正呢 基本上 Python基本上 也可以處理VPA 以前做的事情 你想說兩個都可以 那到底要用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這沒有標準答案啦 你就要看 實際上的工作需求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都把它放在第6第7 不過今天還是 會先講第5 也許第5第6第7 反正 因為我們剩兩次上課嘛 那我們基本上 就把這些全部帶 帶完了 不過 可能進度 如果全部講 可能會run的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有些地方假如 你有點跟不上 沒關係 我會source把它放 雲端上面 那你們自己再把它抓下來 回去 如果你真的想學 學好這些啦 我跟各位講 這些東西 你把它 7個單元把它學好 你基本功就有了啦 OK那再來你可以把其他東西 延伸出去就比較簡單 所以請各位 稍微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環境先run起來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其他的部分 OK來 請教一下 稍微把 6個股票好了 開始